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 在这里今天给大家带是这个乐歌无线的正常模式啊 这根哎呀整了好久 突然都忘了这个乐歌无线正常模式啊 玩了好久这个小游戏啊 然后前两天也是有某些原因啊 这个我家里来了一个小朋友 然后也是没事干 然后我就给他玩这个游戏 然后老哥把我这个安卓设备上的这个房子全给拆了 这个用这个我的这个大铁锤 一下一下全都走了啊 这个干我真好玩啊 我要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真的我的我的点受不太了 这地方这个让我有点难啊 我先回过头看一下 他要这东西是在哪一地方 我主要是没找到他这个东西在哪 他那个叫什么台 是这个吗 炼金台然后全部玩是吗 那合一下再合一下 然后炼金台这个是吗 啊合成了对就是这个 今天也是给大家过一下前期这个小任务啊 因为好久没录制正常模式了啊 长得有点懵犬 这也是继续往后摆吧 这个位置稍微再往里调一些 哎哎哎 啊这个就好了 然后现在也让我拿这个金矿石制作金矿石什么检测水晶那是啥 啊这边也是我前期也没有找到这个东西啊 因为这个叫工作坛工作坛 然后他这上面只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常用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什么木棒啊木锤啊 所有的东西呢需要大家先找掉找到他的这个怎么叫啥 就是先找一下他的这个样子 然后大家再去工作坛详细找 因为很多东西在前期这个新的教堂里 他感觉是你非必要性的东西 他不会给你摆在这个工作坛上 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就会 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啊好难啊这种 其实不要谎这种情况下你就把它这个 就比如说我这位置我找了半圈了 其实大家看我也跟大家一样 找了半圈也没有找到 然后也是详细点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什么 然后也没有找到这个东西 然后再详细的翻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就比如说什么啊 你具体的 然后这地方我们把先把这个所有奖励全领一下 这地方正在最终也没有用啊 这个先把小莉莉都领一下 然后我还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在哪 这个东西 他说建造这个东西所需要的天青石 在我们第一期视频 就是我们刚开始进入这个正常模式 他教你们挖矿的那个地方 那个洞里现在有一个人叫带死 只有白天能进去 叫带死 他会卖给你一个叫做天青石的东西 这个天青石其实价格也不算太贵啊 大家买完之后再回到这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你这个东西可以知道了啊 这也是游戏本身啊 可能他前期出了个信用交场的时候 并没有给大家 想到这个天青石 以及这个路线追踪的问题 所以说可能大家前期玩的时候有点梦犬 那本期视频到这差不多就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游戏呢 叫做乐歌无限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熟悟玩 感谢你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门 letzten